刚才看到的这段视频呢 是这几天国内微博上非常火的一条视频 这是一个湖南桑植县 某一个中学他举行高考冲刺百日试诗大会 也就是说中国的高考6月7、8、9号 一般情况下来都是这三天 所以倒数一下 距离6月7号还有一百天举行试诗大会 当时这个学校找了一名女生 高三的女学生 作为代表来做这种毕业生的这种发言 给大家鼓鼓劲打打鸡血 对吧 然后学生代表也是不负众望 我说众应该是学校领导的众望 非常的激情澎湃发言 说什么没有人生来是弱者 没有人是命定的草剑 中国人特别喜欢这套说死 对吧 几千年前就有王侯将相灵友种户 对吧 没有人生来是弱者 其实你说真的没有人生来是弱者吗 其实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最强的人跟最弱的人 基本上都是生来的 当然也有改运的 对吧 改运的就不说了 原来很强 比如说遭遇了一场车祸变成残疾人了 对吧 忽然一下变成生活的弱者了 这种事就包括北京李春平 对吧 当年很有名的 就是传奇的富豪 对吧 被一个好莱坞的女星带到了美国 在当年应该是八几年的事 他后来九几年回到中国的时候 当时是买 应该是买了中国第一辆 劳斯莱斯还是法利来这是他买的 就是特别有钱了 这种例外呢 这种事真的就是例外 就是例外的意思就是 可能一万人里面你都找不到一个人 这个比例很低 然后这个女生还说 我们可以不成功 但我们绝对不能后悔 这个话倒是 这个话倒是很正 很有正能量 这个是没有错的 凌晨六点的校园真的很黑 但600多分的成绩真的很耀眼 从这个世俗的角度来讲 这句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但是整个同学发言 过于的情绪过于饱满 就是过了 打鸡血打的有点过了 因此造成网上很多人在评价 说女生讲的太假了 对吧 而且更有甚者说 她表情既夸张又丑陋 明显就是用力过磨 我觉得说人家夸张 说人丑陋 首先大家还是要撒泡尿 照一照自己 对吧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漂亮的人是有 对吧 但是大部分人都是色相比较普通的人 你在网上用文字 躲在后边说别人又夸张又丑陋 对吧 这个事就反正不厚道 这种说不厚道 但是你说她用力过猛 那很明显 这个姑娘确实是用力过猛 还有人说这个女生是咬牙切齿 这个样子真难看 这个也是不至于咬牙切齿 一个高中高三的女生 18岁的小孩 可能还没到18岁 17岁的孩子 对吧 就是你没必要 对吧 说人家咬牙切齿 人家就是一个激情满满 对吧 确实是 而且马上要考试了 这个哪怕不是激情 由于这种马上要面临高考的这种紧张 它都会造成人的这种 整个情绪的一种过于的亢奋 过于的亢奋 咱们都是年轻过 对吧 就是这种简单的激情 其实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你想想这两天新闻爆出来 对吧 微博上有87个账号 因为就评价这个女生 用了比较过激的言辞 遭到了微博官方的这种禁言 对吧 也就是能看到出来中国网友的素质 的确是值得提高 我说句实话 不管是国内还是在YouTube上 就能翻墙出来的 或者你肉身在国外的这些中国人 就整体的这种 尤其是到了网上 素质特别的低 素质特别的低 这个胡搅蛮缠 胡说八道 这个满口脏话 满口喷粪 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 就是你对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 没有必要这么的苛责 对吧 但是我为什么今天想聊聊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这一类的 我认为他们叫毒鸡汤 对吧 确实会对普通家庭的孩子 会有所伤害 这些话还是少听为妙 这些话平时家长在家里少说为妙 我们都知道整个中国整个的 不管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了 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行规则 对吧 人情世故 其实真正人到了社会之后 这些东西 就是情商高于智商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如果说您是说 您非得说您是研究导弹发射的 对吧 那种太高精尖的专家级的这种业务 对吧 另说大多数普通人从事的这些行业 说白了你说它有没有门槛技术门槛 它有 但大多数工作 其实说白了 干时间长的都是体力劳动 都是熟能生巧的体力劳动 大概也就是这样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说白了你的所谓的学习好 技术好 你的水平高 你说重不重要 它肯定也重要 但是相对而言到那个阶段的话 整个社会的这种运行规则 你去了解人情世故 对吧 包括你去知道一件事应该怎么办 你需要得到哪些人的支持 你需要尤其是这10个人的支持里边 哪个人的最重要 我怎么去赢得从零到一 对吧 跟创业一样 就是你提出一个观点 从零到一的时候 你这第一个支持 你点人是谁 对吧 如果是一个领导支持 跟是一个普通的你的同事在支持你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最后的效果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往往来讲 实际上到了社会上之后 往往比你在学校里边学习好 单纯的好 或者你技术好 要重要的多 你就像很多我们说 不管是在政府也好 还是在这种大的公司里边也好 你想负责 通常负责这种辅助的专业的 比如说财务 行政 对吧 你觉得他们这些岗位都不重要 对吧 但是他们永远比你负责销售 负责技术 这种所谓核心岗位 的人要来的轻松 平时在公司里边还更牛逼一点 你以为你是负责销售的 你这个业绩好 你就牛逼了 对吧 当然你业绩好的时候 你肯定很牛逼 但是一旦当你业绩不好的时候 那所有的事都来找你 对吧 你上个月出去谈个户 但是你没打卡 对吧 你没打卡 你也没用钉钉打卡 对吧 就是你也没有在线打卡 你也没有过来直接 现在按个指纹也好 或者可能有些公司 还有以前打卡机 我不知道 或者刷个卡 大概是这样 用这种打卡 对吧 你没弄吧 那你一旦业务上出现了一些 小的松动或者小的问题 这些部门 你就看出来了 是一下就能找到你 而你说 你作为一个销售的老总 对吧 你觉得你能够永远 销售都是轻轻松松 没有压力的 永远是超额完成任务的 对吧 可能一时有 但是长期来看 肯定是挑战的时候 就是接受挑战的时候 工作不轻松的时候 站在的时间比例会更高一点 大概是这样 我们说像这种优质家庭的孩子 其实通常来讲 跟父母学的 其实都是这些社会规则 包括他继承了很多父母 甚至更上一辈的人 积累的 多年积累的这些优质的社会资源 对吧 这种普通的孩子 就是天天的 其实只会埋头苦学 长大了以后 可能大多数时候也只会埋头苦干 干了半天 你说你有没有成果 但是果子可能大多数都被别人摘走了 对吧 所以这些普通孩子 普通家庭成长的孩子 尤其这些特别是努力的这些孩子 往往在经过社会实践 社会工作一段时间之后 往往会因为我上述的这些原因 反而会对社会产生这种 更加负面的这种印象或者情绪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事情 当然我们说你说中国是人情社会对吧 但是我告诉你 其实包括加拿大 包括美国 包括欧洲在内 其实都是人情社会 只不过大家的表现形式不一样 我们其实你像我们来到加拿大 其实身边有很多 比如说在要找工作的朋友 或者是正在读书的朋友 他们想找实习 其实你就能看得出来 尤其是些中国过来的留学生 不管是适龄的还是大龄的留学生 往往的来讲想在非华人圈子里 找一个差不多合适的这种工作也好 实习机会也好 是非常难的 你像这种我们在加拿大对吧 很多人我相信在加拿大找过工作的人 应该都有体会 当你在像什么indy的这种 类似于国内智联招聘这种网站上 大量的投放简历的时候 你可能投出100份简历 可能这正理你的 没准只有一份两份 这个比例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他不能说招聘 他是萝卜坑 但是当他的招聘信息发出来之后 他大部分的时候 这个岗位往往是被 比如说你一个公司发布 我招一个前台 对吧 往往你把这个职位发出来之后 公司里的同事可能率先就发现了 发现完了之后 他们家里边有朋友 有家人 他立刻就给公司内部给做了内推 给做了内推 你尤其像加拿大这种社会 本身工作机会绝对数量 你要跟中国也好 那也没法比 你跟北京也好 也没法比 差了几十上百倍的这种工作机会 他本来招的人就少 就招那一个两个的 对吧 然后你想这公司里边几十个人 谁还没有一个正在找工作的朋友 或者是对吧 亲戚的 对吧 很有可能 大概率上就直接推进了 而且越是这种门槛 滴的这种岗位 除非他特别脏 特别累 特别辛苦 但凡是那种 哪怕你钱挣的少点 他只要是一个能踏踏实实 坐在那有个事干的这种岗位 其实在西方很多时候 也都是被这种内所谓的内推 其实就是人情给弄走了 因为这些岗位 其实也不需要你有什么特别出色的这种能力 或者特别高的学历 对吧 普通人高中毕业 然后可能有过相关的一点工作景点 最主要的 尤其在加拿大 最核心的是你 你得会说英语 对吧 最好你会说法语 当然你要会说中文 也是更好 会说中文 最好还普通话跟粤语都会 对吧 当然你只要有这种基本的技能 你所谓的这些普通的岗位 其实都是什么 人人都可以干的 所以你会发现你找工作 其实是非常难 如果你没有一个过硬的技术的话 大概是这样 中国其实相比较而言 它更是一个毫不遮掩的人情社会 它不仅是用这种内推的方式 它大量的这种 尤其是一些这种大的公司也好 或者是大的这种 像这种政府 这种事业单位 对吧 这一些非编的一些岗位 对吧 什么招过保洁员 招过什么这种 对吧 整理文书的 或者招个什么 那叫什么 叫外聘的合同工 对吧 他们有正式工和合同工 在中国 很多这种官办的企业 或者官办的机构里边 你这种合同工 你像那种 非合同工 就是用正式员工 可能还要通过很严格的 国家考试 对吧 但是你用合同工 说白了 就是谁家的下岗的亲戚 对吧 谁家的大学毕业了之后 还没找着工作的儿子或者闺女 就先来干吧 反正也都是很基础的岗位 招谁不招呢 肯定是招自己家的人更放心一点 对吧 那就更是毫不遮掩的这种人情社会的这种关系了 但是我觉得西方跟中国的这种教育 它这种崇尚的东西还是不一样的 你像西方社会的教育它崇尚的是顺势而为 对吧 所以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不需要有什么内卷 在这种比较轻松的这种氛围之内学习的这种竞争的环境之下 就像这种很聪明的孩子们慢慢的其实都是可以冒尖的 他们可以慢慢的去读到硕士读到博士 然后去做一个很顶尖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工作 对吧 然后姿势平平的小孩 他也能够说是高中毕业 对吧 也就能出去工作了 因为这边西方社会其实对于学历 它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硬性要求 很多岗位 其实高中学历都可以做 它不会歧视你 非得要你一个本科 当然如果你愿意去读一个大专 读一个或者偏技术类的这种本科 也出来之后也是可以比较简单的 就可以去找着工作 我说的是本地孩子 还是比较轻松的 很快就能找着工作 而且可以有一个 一旦有了收入之后 一旦有了三四千块钱的起步收入之后 你就可以完全可以支撑一个年轻人 过这种有尊严有品质的生活 你像咱们中国或者叫东方的这种价值观 对吧 就是把努力这个事放在很重的位置 再加上这种舆论的宣传 再加上这种社会分配的 本身就天然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尤其是中国对吧 导致了很多所谓这种叫什么 怀才不遇的人 会有太多的这种怀才不遇的人 当然也会同时导致有很多所谓叫 德不配位的人 这个德可能不一定只是品德对吧 指的是它的德性 指的它是能力 就是跟它那个高位不相配的人都会有出现 两者都是同时出现的 所以当然我们说我们不否认 就是个体的这种努力 说集合起来之后 对于整体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这种发展速度 对吧 有很强的这种推动作用 但是像在中国或者叫东方的这种价值观里边 过分的去强调个人去努力 对吧 它就很难让大家去建立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 就是说我平和的看待我自己能力一般 平和的看待我努力之后没有获得成功 平和的看待我未来可能几十年 我都成功不了 就是世俗的所谓的功成名就 成功我做不到 我只能做一个普通人 对吧 这个就不能建立一个这样平和的心态 长此以往 这个社会一定会滋生各种的矛盾 进而产生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就像在疫情之前 整个的中国社会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 40年 积累了大量的这样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 为什么我不能成功 为什么我凭什么我不能成功 是凭什么我不能成功 凭什么我不如他好 大概是这样的一些想法 也因此在社会上滋生了各种奇怪的事 从像这种比较畸形的 比较心理有点扭曲的这种变态的炫富 对吧 甚至说我租个马沙拉地来拍一下 说我提了车了 对吧 就是好多网红都愿意这么干 就是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平和的心态 这种扭曲的心态 造成的各种奇葩的一些事情 对吧 当然这种现实生活当中对吧 收入比较低的人对吧 很多的时候 在这种各种场合里边 好像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 对吧 他不能像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这种社会里边 大家其实虽然是公平的 但是其实收入还是有高有低的 但是你会看到 即便是一个Costco的收银员 对吧 Safeway的一个超市的收银员 他的收入其实是比较少的 而且很可能还是个兼职 对吧 都不是全职的工作 但他依然是自信满满 他不会说因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有钱人 我就会对你格外的怎么怎么样 这个在社会 不能说百分之百没有 但是整个的对于这个社会来讲 他整体上他没有这样的这么一个 低人一等的这种意识 但是我觉得吧 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中国确实存在了很多年 这种矛盾的积累 对吧 但是我觉得幸好这几年国家又想起来了 开始意识到技术工人的重要性了 我其实记得我在我是2001年的高考的学生 在2000年左右 我高考的那个时候 其实国家是应该是我印象当中第一次提到 就是要大理发展职业教育 发展这个蓝领工人 有高技术的这种蓝领工人 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来看2023年了 2022年的时候 可能国家又继续开始提出这个东西来 也是因为现在什么呀 大学生太多了 这个恨不得一个看门的 这个什么 这个政府招一个什么城管 对吧 都是得是大学生 甚至还得是硕士研究生 甚至听说还有一些大城市 这种深圳这种城市 还有博士去应聘那个城管 对吧 这完全是对社会的人力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 对吧 幸好 幸好就这几年吧 就国家就是从22年 21年 22年开始 又开始 从提蓝领的高技术的工人 又开始提这个事 又意识到技术的工人的重要性了 在这个时间结底上 我觉得可能比01年那会儿 20年前可能更合适一点 因为01年的时候 其实咱们刚入世贸 其实那会儿还是有很多的这种基础的工作 让大家来做的 但你想现在这个很多这种 对吧 做个牛仔裤 对吧 就是这种裤子袜子帽子 对吧 这种东西 低端的产业 对吧 污染的产业都挪到东南亚去了 就是老板可能还是中国老板 但是工人用的全是外国工人了 不用你中国工人了 所以你这些剩下来的中国的这些没有什么技术的人 怎么办呢 未来出路在哪呢 可能我觉得你与其像小姑娘一样拼命的去考大学 考一个从这种本科 对吧 往上升的这么一个路径 未必适合很多人 大部分人来讲的话 可能都没有聪明到说 我去读一个非常好的本科 然后再读硕士 再读博士 对吧 走这种学术路径的人 应该相对来讲 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少部分的人 对吧 在现在这个机会下 去做一些这种 高技术的这种中砖 对吧 我们做一些这样或者大砖 对吧 这样的这种工作 把蓝领工人的地位给提上来 对吧 尤其是手里边有中高等技术的蓝领工人 但社会地位包括他的这种收入能够提上来 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是现在不是说国家要不要做了 而是整个的民间的这些企业 其实都在一步一步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你不往这个方向走的话 你老板开的这个企业永远是一个低端的产业 永远是在这个产业链的最末端最下游 就是挣那个最辛苦的钱 当老板 尤其是当民间的这些资本 这些力量 他逐步的去更需要 变得更加需要这种高级的蓝领工人的时候 他逐步的把工资开上来的时候 我相信整个社会还是会逐步的找到这种正确的方向 把这个事情最终推向正确的道路 但是我还是想说民间的力量肯定是一个主导 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政府其实还是说 就是说我们不要做太多的这种点状的工作 对吧 应付检查 这种应付领导的这种工作的方式 其实要改一改了 这种系统化的工作 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官方的力量来推进 你光靠民间的力量一点一点的 对吧 你即便是像马云马化腾 他们这种级别的企业家 对吧 他们能做的 其实也都还是相对还是有限的 他们可能能在比如说深圳 能在北京 能在上海 对吧 能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但是你让他们把全国的三十几个省份 同时推进一些这个工作 那他们应该来讲还是做不到的 还是需要官方来做这个事情 好吧 那大概我觉得对这个高三女生 这个打击鞋 对吧 这个激情演讲 大概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我觉得心态 可能同学们来讲的话 尤其是要高考的同学 就是该有一个紧张的心态 对吧 因为毕竟倒数一百天了 该紧张还是要紧张一点 该抖擞精神 还是要抖擞精神 但是还是要用一种平常的心态 就是我们态度很积极 但是也不用说觉得这事儿就是像千千万马挤独木桥 对吧 考大学 但是真的来讲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了 考大学也不完全是一个独木桥了 那其实会有更多其他的通道 也希望这个整个社会 因为这些上升的通道更多了 然后变得更 怎么说 更真正的和谐 对吧 真正的平和淡定的这么一个社会 好吧 那我们这一期就先刷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